把下面一组的两个分数通分 八分之二和六分之五 根据分数的基本性质 把几个一分母分数 划成和原来分数相等的 同分母分数的过程叫做通分 最简公分母是 两个分母六和八的最小公倍数 六的倍数有 六、十二、十八、二十四、三十等等 八的倍数有 八、十六、二十四、三十二等等 所以六和八的最小公倍数就是二十四 我们还可以利用分解质因数 求出它们的最小公倍数 六可以分解为二乘三 八呢可以分解成二乘四 四可以继续分解 分解为二乘二 六和八的最小公倍数 既要是六的倍数 也要是八的倍数 作为六的倍数 至少需要含有一个二和一个三 作为八的倍数 那至少要含有三个二 所以八和六的最小公倍数是 它们所有质因数的倍数 而且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质因数相乘 来求出最小公倍数 具体说就是先把六的质因数都写下来 这一步保证了无论后面写什么数 这个数都是六的倍数 那么八呢 八的质因数有 二、二、二 其中二这里已经有一个了 但是还有两个二 所以最小公倍数是三个二和一个三的乘积 二乘以二 再乘以二 乘以三 等于八乘以三 等于二十四 所以最减公分母就是二十四 把八分之二 划成分母是二十四的分数 八需要乘三 所以才能得到二十四 为了保持分数的大小不变 分子也需要乘三 二三得六 所以八分之二就等于二十四分之六 同理把六分之五也划成分母是二十四的分数 六乘四等于二十四 同样为了保持分数的大小不变 分子五也需要乘四 四五二十 所以六分之五最后等于二十四分之二十 所以 感谢观看